皇家鞠离世前对家强说的三个词 却差点将他逼退乐坛 1993年皇家鞠在东京意外离世后 皇家强首次在虎馆唱的崩溃 虽然那首最经典的《海阔天空》 李昂里已经合作了无数次 但皇家强却在此时出现了史诗集的诗 而在看到皇家强已经临近崩溃的皇冠中 则是歇斯底里地吼完了后面的歌词 但是这次不管皇冠中的怒口再大 皇家鞠却再也听不见了 当初在90年代的香港乐坛 最具有统治力的组合却并不是必要 反而是有着强大背景的曹蒙组合 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更多的利益 则是要求所有的歌手气氛翻唱三分原创 这也成了压垮Beyond最后一根稻草 而此时在日本发展的B 最惨的一嗓 直接喉醒了整队香港乐坛 1996年在皇家剧队已经毁成了这样 想当年皇冠中的一首大帝 还是Beyond的首张成名曲 皇冠中的嗓子开始变差的那段期间 起始于皇家鞠离开的时候 唱片公司为了能让Beyond继续发展 直接将皇冠中推向了主唱的位置 是Beyond的